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是破大方 排面有了 这排面是对张卫健的角色滤镜 这点不可置否 孙悟空 张三丰 方诗玉 小鱼儿 小喇叭 张卫健的角色承包了一代人的童年 但对张卫健稍有了解就知道 张卫健何止于此 这么说吧 张卫健只是没生在流量时代 以前的张卫健如果放在现在 在座的各位流量没人打得过他 无论是颜值还是其他 曾经有人这样定义张卫健 如果华人娱乐圈设有马拉松障碍跑赛 那么冠军绝对非张卫健莫属 而刘德华只能竞争亚军 因为只有张卫健才能承受四起三落 四起三落并不夸张 张卫健的成名之路摔得不能再摔了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张卫健是名副其实的穷小子 小时候他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长大 父亲患有造狂症 经常家暴妻儿 15岁时父母离婚张妈卖掉房子 拉扯着他和两个弟弟租房生活 但家里实在太穷了 张妈甚至拿不出三个孩子的学费 17岁为了生计 已经考上名校的张卫健 只好辍学外出打工 补贴家用 白天在杂志社打工 晚上去餐厅酒吧当助唱歌手 但他并不甘于此 机缘巧合之下 张卫健无意中拿到了哥哥张国荣的电话 接下来后张卫健就有事没事就往张国荣家里打个电话 图的不过是一丝遥不可及的希望 但结果丝毫不让人意外 这样的电话打了十几次 次次落空 张国荣在不在 他不在 谢谢 这样的电话打了十几次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终于有一次 电话是张国荣接的 而彼时张卫健已经走投无路 作为专门的助唱歌手 他在同一天被三次家助唱餐厅解雇 白天他打工的杂志社也不用去了 杂志社倒闭了 更惨的是 在杂志社倒闭前的一个月 张卫健才刚刚自己店前帮杂志社总编 是500块巨资买了一本书 杂志社黄了 500块也飞了 张卫健心灰意冷之下 再次拨通了张国荣的电话 我找张国荣先生 电话那头 我是 张卫健当时整个懵掉 心里直打鼓 但电话那头的张国荣竟也没挂掉电话 耐心听张卫健讲了整整40分钟自己悲惨的遭遇 两人自此结缘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张卫健 张国荣甘愿提携他 之后更是默认张卫健是他表弟 张卫健自此似是成了东风 1984年 19岁的张卫健第三次参加TVB新秀歌唱大赛 凭借张国荣的恋爱交叉一举夺得了冠军 新秀歌唱大赛什么含金亮呢 前辈冠军梅艳芳吕芳很快爆红 并且都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 张卫健也准备好红了 然而他成了冠军中的例外 在他签了唱片公司之后 没人找他出专辑 他这个冠军的头衔也就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没出路 但生活还要继续 无奈之下 张卫健开始转行TVB演戏 那时张卫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500块 但一家人的房租就要花掉3480块 交完房租只剩下20块 张卫健拿着这钱左右为难 不知这20块是该买酱油还是卫生纸 窘迫到了极致 按说按照张卫健年轻时的颜值不至于此 浓密的头发精致的舞 配上白皙细嫩的皮肤 妥妥的唇红齿白的美少年 就连一向毒舌的港媒都评价 他的脸是粉雕欲酌 女装扮相也十分惊艳 无限大宝藏中 扮演摩登女郎风情万种 一颦一笑拿捏得当 巨人中挑战女装扮相 娇俏灵动 一举一动 皆是风情却不显突兀扭捏 哥现在光泥素粉就可以统一饭圈 只可惜那时群星闪耀 TVB并不捧他 他能演到的只是一些龙套角色 这龙套一跑就是八年 曾经张卫健也接到过霸王别姬的事件邀约 但公司觉得这戏跨越太长 耽误赚快钱 因此并未答应 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 也错过了一部经典影片 为了求一个机会 张卫健自己去找TVB的经理人 愿意免费签长约 之后才终于得到电视剧《老有鬼鬼》中 《鬼马精灵》的《上天堂》一角 尝到了红的滋味一夜成名 一时间张卫健风光无良 甚至一度被誉为周星驰的接班人 巅峰时期 《四大天王》中的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 都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里给他作配 电影《霸王别姬》上映的那一年 张卫健忙到了极限 出演了十一部电影 但看似走上了巅峰 实在颓势已显 过高的曝光 大量的烂片 让观众迅速厌烦了他 口碑也断牙式崩塌 一夜暴红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张卫健陷入谷底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卖掉了房子和车子 远走去台湾发展 没想到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 促成了张卫健人生的又一次同飞 张卫健在台湾发唱片 拍剧主持节目 甚至还入选了台湾的十大偶像 人一火 机会也来了 1996年 TVB找到他拍摄西游记 一身红色战袍 身姿矫健 眼神机敏 即张狂四亿与天真直率与一身 成为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一般美猴王 播出后收视率高达40% 直接破了TVB开台30多年的历史记录 只是西游记的爆火并没有带来双赢的局面 这部剧为TVB创造了两亿的收入 但每天忙到只睡两个小时 还大兵一场的张卫健 整部剧的片酬只有七八万港币 拍续集时 张卫健向TVB提出合理的加薪要求 结果被一口回绝 甚至有人直接嘲讽他 不要以为你演了孙悟空 你就了不起了 你要是脸上眉毛 你是不值钱的 合约没谈拢 张卫健也被TVB血藏 再加上当时正赶上1997年金融风暴 张卫健投资失败 几乎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张卫健第三次跌落谷底 但三起三落依然没能摧毁张卫健 他骨子里永远有那么一骨子傲气和韧静 张卫健又一次破釜沉舟离开香港 转向内地发展 再次从零开始 并且剃光头发 放下豪言壮语 我的脸上一根毛没有 我还是可以爬回去的 1999年张卫健主演的少年英雄方世玉播出 收视率飙升24% 并打破了亚时当时的收视记录 方世玉意气满身鹰鹉风流 嬉笑怒骂都明艳鲜活得令人心动 自此一代人的心里多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没架打的方世玉 你看张卫健再一次做到了 顺便说一句 演这部剧时张卫健已经34岁 可少年感却一点也不少 小宝与康熙里 他又挑战稍微演不好就会油腻猥琐的为小宝 尽管有注意在前 张卫健也把自己的个人风格立住了 一段凉风有幸秋月无边 亏我思交的情绪好比是度日如年的口头禅 火遍大江南北 而张卫健也凭借这部剧成为了首位 角逐金钟奖最佳男主角的香港演员 除此之外 神神气气神神气气 辩驳最流利的不懂老师 重情重义的张三丰 幽默逗趣的小鱼儿 那些年他真的是罢评了90后的童年 演艺之路虽然颇为曲折 却也让他为此收获了一份无价的感情 和他相伴22年不离不弃的妻子张希 戏里他是为小宝 他是沐建平 戏外张希成了张卫健的妻子 在遇到张希之前 张卫健的感情并不顺 甚至常常都是被分手的那一个 那时张卫健恰逢事业的低谷期 而张希就像一个漂亮的小太阳一样 来到了他的身边 虽然张卫健比张希大9岁 但两人十分头远 1999年两人合作拍摄陈梦吉传奇 自此开启了一段恋情 即使在张卫健投资失败宣布破产 穷困潦倒之际 张希也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共渡难关 然而来自单亲家庭的张卫健 对婚姻极度慎重 他觉得要么一辈子不结婚 要么结婚了就不离婚 在两人恋爱六年之时 张卫健还是迟迟给不了张希婚姻的承诺 甚至两人一度走到分手这一步 于是张希说你再不娶我我们就分手 张卫健并不想因此失去张希 在张希30岁生日的前一天他求婚了 许下了一生最郑重的承诺 没有钻戒 没有鲜花 只有张希自己在网上买的二手婚纱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嫁了 只是两人的婚礼也一波三折 张卫健和张希结了三次婚 第一次在南京低调地完成了结婚登记 第二次在菲律宾当地的教堂举办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 只是按照当地的习俗 举办婚礼前要进行一个月的学习结婚前辅导 于是两人的婚礼只在当地走了形式 没有办证书 第三次 两人在张卫健母亲的见证下 在香港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婚礼虽然一波三折 但两人的感情也算修得了正果 只是两人却始终和孩子没有缘分 张希也曾怀过两次孕 只是每次都多有波折 第一次是在2007年张希发现怀孕 两人异常惊喜 并做足了迎接小生命的准备 但意外来得突然 胎儿在腹中长到了八个月时停止了心跳 两人悲痛万分 张卫健为此退掉了一切工作 24小时陪伴 她受的伤远远比我来得重 我就告诉自己要尽快清醒 要离开阴霾的状态 所以那时间把所有工作放下 每天陪在她身边 但没想到意外再一次来临 之后张希又一次怀孕 又一次意外流产 两次痛失孩子后 张卫健决定再也不要孩子了 张卫健承诺张希说 就算以后我们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你就是我的孩子 承诺不难说出口 难的是如何在一日又一日中将我爱你付出行动 张卫健做到了 结婚后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居两地 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 但每个月张卫健都会飞到北京来看望张希 因为张卫健不想张希为了自己牺牲 放弃他原本熟悉的生活 如今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如恋爱时一般甜蜜幸福 神仙爱情的模样不外如是 如今56岁的张卫健已经出道37年了 他很久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甚至成了很多人口中的过气明星 可当大家在舞台下大声喊出张卫健时 那些似乎遥远的记忆又会瞬间浮出 虽然多多少少有些童年滤镜 但滤镜生成的前提是他本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曾经他跌入过身骨也大紫大红过 一路披荆斩棘 早已能够从容面对当下的一切 正如张卫健在参加追光吧时所说 我没有任何压力 输了可以说演员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赢了可以讲我果然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无论怎样都下得来台阶 我们得接受人生就是在走下坡路嘛 岁月里没谁一定赢 生活里也没人一定输 他曾经经验了一代人的青春 说他如今过气也好翻红也罢 在许多人的心中 他永远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